而阿富汗的战争之后 我们所看到了美国的失败 溃不成军之外 更重要的是难民的出现 这次的百万难民潮 和当年的叙利亚难民潮 虽然一样人数很多 可是他们所面对的同情更少 在它比较南部接壤的地方 是巴基斯坦现在围起了90%的边境 另外一边是前往土耳其 还有前往俄罗斯的边界 在俄罗斯和阿富汗的中间 有三个俄罗斯的主要的盟国 这三个盟国分别是塔吉克 乌兹别克跟土库曼 俄罗斯和阿富汗之间 是有非常特别的恩怨历史的 当年苏联时期的时候 是在1978年 在1978年的时候 苏联扶植了无神论的 无产阶级的政权上台 最终这个无神论的政权碰到了反抗军 这个反抗军就是塔利班 而这是塔利班给予它武器的 正是美国人 九年之后 苏联宣布它这场战争失败了 而塔利班正式成为阿富汗的主导政治力量 到了9亿之后 历史倒过来 变成美国和塔利班政权宣战 在9亿之后经过20年 美国宣布撤军阿富汗 由于俄罗斯 也就是前苏联主要的核心国家 它和阿富汗之间的历史恩怨 以及它要保护旁边的几个盟国 它的做法是进行反恐演习 这跟中国的做法不一样 中国的新疆也和阿富汗接壤 这样的一个地理战略位置 虽然它并没有石油 所以它一直成为强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缘政治的国家 而中国因为新疆和它之间的接壤 中国决定和塔利班政权合作 塔利班政权的第二号人物 也飞到了北京 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见面 表达了善意 而布罗斯的做法是在这个地方实施反恐演习 塔利班士兵开着缴获的每次汗马车 进入阿富汗西南 尼姆罗兹省首府栅栏机 这是塔利班打下的首个省会城市 这是一个标签的标签在在明年 塔利班的保险红圆域是在纤红 看看它的快速温是在红组里 而这些是准备的海域 这些最后六条级的沙子 在过去的情况下 我们战争是在其他地方 我们战争的地方 在红组里 加上了大陆地的海域 加上了它东西的沙子 是这个10首个沙子 倒入了一天 塔利班为争取最大的谈判筹码 发动的闪电攻势所向平民 阿富汗政府军的溃败速度 出乎美国意料之外 只能再派轰炸机遏制塔利班的攻势 但美国人空袭后可拍拍屁股走人 留下的是大量的平民伤亡 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 当地居民被告知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然而炮弹来袭时 他们根本无处可躲 在赫拉特的这家医院 一周内已接收超过200个平民伤者 而东北的库纳尔省 无情的炮火摧毁许多人的家 当地所学校成了避难所 但这里什么也没有 孩子们只能睡在地板上 睡在椅子上 睡在石头底上 我们在山中的火花 是在山上的水平 太阳的火烧 在山上的山上 在山上的水平 在山上的山下 我或是在山上的水平 在山上的水平 苹果被赵扭除了 在山上的山上 尔省力运动 逃避戰火的難民 湧入相對安全的克布爾市郊 官方統計 至少7萬7千個家庭流離時 這裡缺藥品 缺食物 甚至沒有乾淨的飲用水 逃離戰火的難民 長途跋涉數千公里 期待在歐洲獲得庇護重生 土耳其近來就捕獲多起 由人蛇協助的阿富汗難民大軍 歐盟邊境管理局說 今年7月從巴爾干的非法入境人數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 地中海在線顯像還生的海上偷渡 重演當年敘利亞內戰的 人道主義危機 而為避免難民入境 阿富汗西邊的巴基斯坦 基本上已關閉所有與阿富汗的通道 2640公里的邊境線 已完成90%的圍欄阻隔 並派兵24小時巡邏警戒 而在阿富汗北部的塔吉克 烏茲別克與土庫曼 則用更激進的方式隔絕阿富汗內戰 帶來的安全隱憂 自7月起就與俄羅斯在邊境線上 舉行大規模的反恐軍演 演習家鄉有2500名武裝分子 自阿富汗非法入境 由俄羅斯蘇爾武攻擊機 和武裝直升機先進行空中壓制 再由裝甲兵地面掃檔 基於同為基安條約組織成員 俄羅斯對這些中亞國家 有集體安全上的義務 而軍演針對當前的阿富汗局勢 背後更有俄羅斯和塔利班間 充滿仇恨與不信任的歷史糾葛 1978年激進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 在蘇聯支持下成功政變 在阿富汗推動無神論的共產主義 除了鬥地主事的土地改革 更讓婦女摘下面紗 與男性平起平坐接受教育 但在保守的農村 這樣的改革被認為威脅伊斯蘭的基本教義 於是許多穆斯林開始加入聖戰 反抗無神論的共產主義 阿富汗陷入動盪 這讓蘇聯在1979年揮軍南下 此時與蘇聯處於冷戰對抗的美國 認為有可乘之際 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向總統卡特報告 蘇聯落稱阿富汗危機向南滲透 將進而掌控波斯灣有田 他建議支持阿富汗的聖戰 並透過巴基斯坦援助軍火 布里辛斯基更親自到前線 對聖戰士喊話阻尾 那些土地在那裡是你的 你一天會再回到那裡 因為你的戰鬥會再滅 你會再回到你的家 和你的墓園會再回到 因為你的原因正確 神在你的旁邊 我們開始賣武器 我們開始賣武器 向盟瓦人 從各種屬性 再次賣武器 有些 如說 有些軍力 從俄羅斯的軍力 從俄羅斯 和中國 我們甚至拿軍力 從俄羅斯的軍力 從俄羅斯的國際主機 由於是 因為它是 自然的責任 在某些時候 我們開始賣武器 軍力 從俄羅斯的軍力 從俄羅斯的軍力 因為那軍力 更加複雜 除了武器核資金 美國CIA 也秘密訓練 聖戰士的武裝行動 其中包括賓拉登的 基地組織 及創建塔利班的 毛拉 莫罕默德歐馬 這都讓蘇聯陷入 阿富汗戰事擬沼 有1.5萬人上命異鄉 最終在1988年 黯然退兵 而塔利班給蘇聯 及後來的俄羅斯 所帶來的夢業 並沒有就此結束 境內恐怖攻擊不同 俄羅斯因此在前蘇聯 三個中亞加盟共和國 駐用軍事基地 並部署重兵 緊盯著阿富汗局勢的變化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我們在各個各地區 包括西里 和西里 和西里 和俄羅斯 俄羅斯防長邵伊古 稍早透露 穆斯科方面的情報 並前往塔吉克 商討軍力補助 這次從俄羅斯中央軍區 派出參加軍演的 各類武器裝備 將暫時擺在塔吉克與阿富汗 邊境旁的201軍事基地 雖然沒有跡象顯示 俄羅斯會重道復撤 再次回軍南下 對當前的阿富汗 進行軍事干預 而塔利班也已向 莫斯科書成 表明會切斷 與恐怖組織的關係 但歷史因素讓莫斯科 對塔利班充滿著不信任